糊塗的爸爸看到台中现一名父亲 居然把九岁的小朋友独留家中 而且家门还繁锁 后来进不去 这父亲赶快找来救援小组来帮忙 这叫救援小组一进入呢 吵醒了正在睡觉的九岁男童 男童说他一度看到陌生人 还以为耶诞老公公来了 九岁男童被父亲独留家中 男童睡着 父亲在门外不得骑门而入 找来救援小组帮忙开锁 救援小组人员拿了旅梯 从二楼铁窗爬窗进入 将睡梦中的男童吵醒 男童看到有陌生人进到屋内 吓了一跳 还一度以为是耶诞老公公来了 铁窗是没有上锁的 这是相当安全的没有上锁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它打开 那个小孩子突然的吃惊 吓了一大跳 怎么圣诞老公公从窗户跑进来 男童一时搞不清楚状况 误将从窗户进来的救援小组人员 当成耶诞老公公 即使会爬窗进入 救援小组人员有苦衷 怕说要还要再花费 那个在维修的费用 所以他就没有让我们施以破坏 这个如果是紧急的状况之下 我们当然是会直接就做破坏了 原本是想要直接破门而入 却被制止 原来是舍不得多花一笔修理费 幸好铁窗没有上锁 救援小组人员成功进到屋内 迷糊的家长将男童留在家中遭反锁以为法 却为了省修理门锁费用 让救援小组爬窗 还让儿子误以为真的有耶诞老公公 让救援小组人员觉得是好气又好笑 中天新闻陈思源台中采访报道